第25集 路兰山拍了拍夸骚的骆驼,不慎担心 那家伙懂吐火罗语,又有一首妙述 换个形貌,头长文蝶出城,那是易如反掌 一时未至,想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好容易脱身,上晚一心想离吐火罗越远越好 不耐烦久后 现在要如何,难道一直在这里,等到吐火罗王派出追兵 伤兄要走,尽可先行 银长哥瞧都没瞧他一眼,语气淡漠 我等他出来,毕竟是为我们才滞留城内 真有追兵,还能见一样 眼见两个人又呛起来,路兰山也不好说什么 不等不妥,久等又不知要到何时 两相为难 左青瓷见天色江暗 沉吟片刻,望了一眼远方的吐火罗城过 若是未猜错,洛兄在城中还有事要办 我们先去车目错 离吐火罗不远不近 也方便通过暗碟打听,或许洛兄会把讯息传到那里 车目错是个小城,虽不如吐火罗繁盛 也有几千居民 城中与吐火罗人往来颇多 很快既有信息回传 对于飞阔究竟在王庭做了什么 人人都满腹好奇 私下也有各种猜疑 终是难以确定 所以,当白墨拿出秘报冲进左青瓷的房间 阴长哥先跟过来 接着,是陆兰山,伤完 沈曼青犹豫了片刻,也随之跟了进来 积极一堂,一个不少 左青瓷掠了一眼,拆开了密信 使者来宣读图火罗王的预址后 吐火罗城出了一桩异事 三名吐火罗高官在自家宅邸醒来 均发现枕边钉了一把短刀 刀身伸入床板,几乎直贴景象 刀旁还留了一枚中原才有的截落 其中一人当场就吓晕过去 第二日,吐火罗朝中议论纷纷,无不恍然 第二日夜里,这个数字变成了七名 从高官到皇亲贵气,恐惧扩散了十倍 谣言风一般蔓延,全城兵卫被支得左寻右手 第三日晚见,满朝王公大臣无人改于安睡 城中灯火彻夜通明 吐火罗王被樊吕弄得难以安眠 直到小兴江城才朦胧何眼 不到半个时辰就被血迹慌张地推醒 侧头望去,他惊恐地发现 井边多了一把血刃冰寒的短刀 谁也不清楚刺客是如何进了戒备空前的深宫 将刀偷在吐火罗王枕侧 更不懂究竟有多少中原人潜在王城 北极召来的群臣尽若寒蝉 人人怂孔,满殿无意开眼 吐火罗王徘徊良久 终于决意将惹不起的瘟神礼颂出城 王陵班下,直至没有一个高官敢于领命 还是血迹主动请鹰代为送行 才有了那一场华宴 逆信叙述详尽,读来惊心动魄 作清词看完后众人一一传阅 好一阵无人开口 陆兰山一目十航的看完 回忆了一刻突然大笑起来 我说怎么李官一直轻着脸 动不动就发抖 原来是被吓破了胆呢 山万看了两遍,尤绝不可置信 全城戒备 他还能以一人之力一夜赐七名 在君王枕边留刃,怎么可能 阴长哥神色异常复杂 既自豪又有伤感 掺杂着难以言说的惋惜 他身判的沈曼青异常沉默 紧紧抿着唇 能想通其中观俏的唯有做清词 他思索了一阵 洛兄大概与雪姬有所交易 从他那里获系了土火罗皇亲贵族的筑地 这前两夜是洛兄亲尾 最后一夜国主枕边的那把刀 应该是雪姬所致 一番剖析入情入礼 众人紧接信服 陆兰山机上又轻赞地笑骂了半声 感慨万分 等这小子回来要喝手一杯 平日里面头大脑的 一转眼 不声不响弄得吐火罗人羊马翻 好能耐 好胆色 这个朋友我交了 银长哥忍不住笑起来 稳了稳情绪 陆兄好兴致 只怕他未必饮酒 不提还好 一提起来陆兰山酒饮大动 哪个江湖汉子不饮酒啊 不过那家伙比大姑娘还话少 说不定啊还真不会 也无妨 强冠下去更有趣 见陆兰山一脸豪迈 摩拳擦掌意图恶整的模样 银长哥一则好笑 一则仍有些欠悬 既然是已顺遂 为何他仍在城内 这原因旁人不明 左倾慈心中有数 银兄不必忧挂 骆兄定是有事尚未完成 否则土火罗人哪留得住呀 又见陆兰山后酒之态 左倾慈笑吟吟道 带回中原必定要摆上一桌 请诸位喝一顿庆功酒 只是骆兄酒量极好 谦卑不醉 骆兄想要灌倒可未必能如愿了 银长哥听得一正 谦卑不醉 公子如何得知 我怎么 他没说下去 收住了口 左倾慈也没问 转而回到正题 密信中让我们紧速回转 在阿克苏亚会合 为防节外生枝 我们明日就启程 来时隆冬 归途已是雪化冰箫 泥泞满布 这一时节道路软淤 驼马时常陷落 同样不适于行走 有些地方甚至需要提前探路 车目错故来的向导抱怨连连 奇怪这些中原人竟然甘之如頤 却不知道这点麻烦与来时的艰险相较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比起经历过的撂窍冰封 偶然浮面的春寒 简直是种愉快的享受 说是尽速 实际走得并不快 银长哥甚至刻意地让向导放缓了速度 二十余日后依然不见飞寇尔的身影 众人不禁诱声出了揣测 多了悬挂 奈何此时音书断绝 想要探听也无从着手 唯有静等 日子随着骆驼的脚步一天天划过 离开土火罗已经一跃有余 却难得碰上一口干净的泉水 于是索性提前歇速了下来 个人分头忙碌 有的去捕猎野羊 有的取水 有的食柴生火 出柴聚拢了起来 在荒原的风中萤火极是不易 白墨想找几块石头遮挡 抬眼扫尸四周 此时的雪已经全化了 枯败的野草被夕阳染成了亮黄 高远的天穹笼罩四野 容金般的落日缓缓坠下 衍生出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壮美 令人目眩神迷 美景夺人 可白墨却盯住了日色边缘 一心模糊的轮廓 那是一个极淡的影子 几乎隐没在了灿亮的金黄中 隐约的轮廓像是人在遥远的骑行 让他忘了生火 也忘了喊叫 他看到的确实是一匹马 随着落日的余晖逐渐趋近 人影也越来越清晰 寒凉的风贴地而卷 升起了一层弥散的尘雾 甚至能看到白色的头巾在空中飞扬 一人一马 仿佛乘着默默的风而来 直到影子到了跟前 白墨才脱口叫出来 飞客 乐住马的人似乎是 又似乎不是 他从来都没有弄清过这个人的长相 白墨看对方腾身下马 轻巧地从马上抱下一个人 风掀开了蒙头的白布 撩起了一头金子般的长发 在荒漠上比落日更明亮 白墨彻底地傻住了 手中的火石怦然落地 冲向帐篷直着嗓子叫喊 公子 飞扣儿回来了 还拐了雪姬 真的是雪姬 所有的人目瞪口呆 僵硬地看着冰蓝色眼眸的美人 巧笑倩兮 依偎在飞扣儿一点也不雄壮的肩上 姿态亲密而信赖 毫不在意对方仅是个其貌不扬的少年 不错 飞扣儿又换了一张脸 比起过去的平凡 现在的模样勉强称得上清秀 但在雪姬的身旁 就如戈壁上随处可见的杂草一般 她似乎已经习惯了雪姬的依偎 一手扯起软毯裹住了美人 一手将一块烤黄羊递了过去 雪姬就着她的手咬了一口 又吐了出来 软浓地抱怨了一句 飞扣儿没说话 或许是因为太疲惫了 连说话的意愿都消失了 对美人任性的挑剔也不劝 翻开包袱找出调料 将几块生肉串好 开始架在火上自行烤制 路兰山侧过头低声道 少兄 他好像显你烤的味道太差 商婉的脸颊抽了抽 无表情地回答 我记得那块是出自英雄之手 这样不拙边的对话 阴长哥懒得接口 直接横了他们一眼 左倾慈大概是唯一神情自如的人 众人都佩服他的定力 即使看到了血姬鲜细的双手 搂在飞扣儿的腰上 也是面不改色 夫人何时离开土火罗 美人被照顾得很好 完全不似飞扣儿的脏肋疲倦 除了衣裳略带沙尘 艳丽的面旁娇嫩如稀 仿佛经历了一场新鲜愉快的出游 大约二十日前 隐落带我离开了王城 他的一贫一笑是那样迷人 有眼睛的都会醉倒 可左倾慈仿佛成了瞎子 对这位绝世丽人 甚至不及阿克苏雅的老镇长亲切 路上可有凶险 碰上了几十波追兵 大多认不出我们 血姬似深觉有据 咯咯地笑了出来 可也有几波硬要缩身 我一生气就骂了他们